这已经掉了 对啊 这整个都掉下来了 一大块水泥从桥面剥落 钢筋外露 不止如此 桥面四处可见军列痕迹 像这个 这一条缝 它甚至还可以看到底下 木桥上的缝隙 让人看了心驾驾 还有这一大块凹洞 很难想象这是学童和行人 天天走的路桥 像除了这一块 是有破水以外 到后面都还有 阿嬷带着孙子快步通过 每一步都走得心惊胆战 这里是彰化市国胜国小 校门外的路桥 长约15米 完工38年来只检测过一次 当初建议县府得维修 但两年多过去 迟迟不见改善 有时候走过去就觉得 说又看 不知道会不会掉下去直接 经虚解 对对对 苏牙 民众看了痛批网顾学童安全 但有问题的还有南郭国小 路桥老旧损坏 同样需要维修 它除了铺面的部分 已经都有破损以外 甚至可以看到 桥墩的水泥快剥落到 钢筋都已经外漏 会不好给我们公所 或者是其他相关单位 协助做后续的处理 教育处指出 针对路桥毁损情况 会尽快请人处理 毕竟有多少家长 带着孩童上下课行走的路桥 安全方面 不容许有任何疏忽 记者陈胜伟 许玉文 王百英 章话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许玉文